软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 当黄晓明曾被吵油腻男 那些说你的人也代表着一不准人的观点 苍蝇不顶五缝的蛋 你就是自己做好 这种网友的设计是一定要听的 演员永运不去承担那些认识或执政 不仅虚心接受还努力改正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撑下心来 用一次次的努力和作品去认为罪别人的罪 而对比杨阳的回应简直是天差地别 她发生网络上的事儿 看一看就好 不要过多在意 踏实演好每一部戏 问心无愧 究竟女生需要多瘦才能不叫胖 五磊能红这么久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发现自己帅之前的杨阳 然而自从发现自己帅之后的她 当记者问朱一龙是否可以交换灵犀方式 让她给女生挑选口红色号 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女生 我觉得只要你们觉得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喜欢我觉得都合适 不然优秀的男生是等不得怎么尊重女生的 我们爱吃肥的 多放点 别吃是吗 别吃还是要注意一下身材是吗 你会注意身材 还有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热八曾被男演员吐槽太重抱不起来 你要起来吗 我的天哪 对不起 我记得我第一次抱她 她一直跟我讲说 说真的你不要抱了 拍了好多戏 然后每个男主 结果大家抱了都撑不到15秒 而在我们眼中 体重八开头的她 已经算是受到极致了 第一个就是把我抱起来 也没有说任何话的一个男演员 这是唯一一个说不住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